大家好 歡迎來到蕊老師的頻道 今天為各位介紹的是兩房一廳的空間 兩房一廳的空間我們來看一下 進門還有巡關嘛 當然一定的 這巡關呢還做了一個天花板造型 圓形的天花板 讓各位區別看來說會有一個巡關空間 這裡呢有一個收納空間 門片型的 然後呢還有一個這個叫做是開放櫃 那這裡還有一個整理服裝一種的一面鏡子 而且它不是用白亮亮那種顏色 是比較暗雕性的顏色 看起來就比較舒服也比較有質感 收編呢也用了杜泰金屬來做收編 就會讓你感覺 欸我這不是普通的一個簡單的便宜的裝潢喔 那我們繼續往那邊看 側片的造型呢連接著廚房畫台 特定有一面食材牆 同時下方有一個倒無形的檯面 四邊倒無形的無形檯面 那天然木皮去試做的 就會感覺很有質感 下方呢也做了一個反側面 用杜泰收編來做上下不同材質的區分 而且側邊呢也包圍了一片天然木皮 讓整個電視牆的側面有收編 而且讓這一面這個地質牆面呢有一個收編 所以它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喔 然後我們再繼續往內走 這個天花板上面有一台冷氣的釣椅室內機 可以看到冷氣的釣椅室內機的 這個珠孔天花板不再是四十八方 它也可以是一個導圓符造型 那這個木座型的這個吧檯啊 同時也增加了什麼 增加我們工作檯面的延伸性 可以讓更多人坐在這個位置 一起來享受這個居家的天輪之熱啦 那這裡一樣呢很簡易型 有一個煮烤的檯面 下方同時烘煮煮烤 上方同時在噴湯噴潤食物 而且臭煙鏡也都有 電氣櫃也都有 然後烘碗精也都有了 你看要洗滌物品洗滌的水龍頭有了 要喝水喝水的東西有了 對不對 整個就是非常的讓你覺得很好 很實用的一個空間 同時這個主燈 餐廳的主燈也有了 是不是 我們再看這一面很特別喔 這一面它是用木座去包覆的 同時它連門檻都做了包覆 有沒有看到 門檻做了包覆之後呢 你就會覺得說整個空間很有一體性 整個空間不再只是一般簡單的樹牆而已 楊潭呢它也很棒喔 楊潭主看 我們這邊有一個 主托轟 同時的又有施壞機 上面還有一個 卡洞型的吊衣架 而且是吊衣架雙桿型的就會很方便 這個呢就是我們所看到的 客廳還有我們的餐廳除康空間 這樣我們看兩房一庭呢 它會有一間浴室 浴室進來我們看到這邊 浴室進來呢 四件事 四件事 簡單的盥洗空間加鏡子 馬桶空間 旁邊有置物 然後呢 這裡有一個大片型的淋浴間 有發撒型的淋浴間 然後呢還有一個 獨立浴缸 你知道 這整個就是讓你覺得非常的舒適 尤其是這個地板 光是這個地板處理就平了 你看它所有的進出面 所有的高低層次 這裡 做一個線水的高低層次 可能站在上面 水也不會積在上面 整個就會讓你覺得非常的舒服 好了 我們來繼續往外走囉 這邊是我們房間的走道 往房間的走道 我們可以看到這天然木皮 是非常漂亮 那其實在這邊呢 也有很充足的收納空間 還有可能要放置鞋子 放置什麼 必須要到這個空間來放置 因為整個空間受限的影響 我們直接進到赤卧房 赤卧房進來之後 這邊整排的書桌 有含這個床頭上線櫃 還有吊櫃 那這邊呢 也有一個很棒的 很大的收納空間 同時這裡 床尾有一個吊飾 那這裡呢 還有整排的收納櫃 給小孩子放衣服 或給小孩子自放簡單的物品 都可以在這邊 有充足的一個收納功能 好 我們緊接著去主播房 主播房 今天進來之後 這邊也是有一個平台置物空間 同時這邊還有層架 開放式的層架 可以讓大家做擺飾 天花板呢 也做了西邊島原的造型 一進門可以很大聲的挖一聲 為什麼 因為主播房窗口 其實做了很豐富的層枝的造型 木皮去做一個 新芒型的一個拼貼 然後這邊呢 右手邊是什麼 右手邊是 崩皮的造型 來看看 這個崩皮造型 其實會讓我們大家 很有質感 有沒有 然後側邊站 反而收邊 崩皮的側邊 這裡再收木皮 整個造型收起來 就會讓你覺得很豐富 同時我們再來看 這個木座的造型 牆面呢 旁邊還有間接照明燈 也讓整個質感呢 會被跳出來 然後這裡呢 還有一個很豐富的送單空間 裡面呢 也是一個很棒 很好的一個送單空間 可以放置上下櫃的衣服 有沒有 可以放置上下櫃的衣服 可以使用 然後呢 這邊呢 除了放置衣服之外呢 下方還有抽屜可以使用 下方這邊還有很多的送單空間 一整排的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這個呢 就是兩房一廳的格局 兩房一廳格局長這個樣子 其實真的是一卡請 你就可以搬進來了 那 最後結尾要跟大家講說 呃 羅伊老師介紹的設計師作品呢 這是其中之一個作品 也歡迎各位按讚 訂閱加分享 如果你還想看什麼設計師作品呢 歡迎讓我知道 底下留言讓我知道 那我們今天作品就到這邊 拜拜